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黄国豪老师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第九个单元 C++的资料形态 与size of这个运算子 我们都知道 一个变数在使用之前 必须要先宣告 那宣告变数的目的呢 除了是要让编译器知道变数的名称之外 同时也要告诉 编译器这个变数的资料形态 Data Type是什么 因为不同的资料形态 的变数 它所占的记忆体空间大小 可能是不相同的 那在同一个叙述里面 是可以同时宣告多个相同形态的变数 只要用逗号隔开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想宣告 I,J,K三个变数都是整数 我们只要写int 控一个I,逗号,J,逗号,K 然后分号结束 这样就可以了 那资料形态一共有哪几种呢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叫整数 整数就是int 那我们在宣告的时候是用int 那它可以记录像1,2200,-3之类的正数或负数的整数 那它占32个位元 也就是4个byte 那它的范围可以是负的2的16次方到正的2的16次方-1 那如果我们给它的值超过int所允许的范围 那它可能会得到不正确的值 那整数型别呢 它有一些修饰字 比如说short,long,onsign short指的是短的整数 短的整数呢 它只占2个byte 那如果是用long来修饰它 那它就可能变得更长 在64位元电脑里面可以变到8个byte 那原来它是4个byte 那如果加上onsign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只有正数 不含负数的一个整数 我们也可以称为无正负号的一个整数 那第二种类别的变数 我们称之为字圆 那字圆有分一个位元组的一个byte的字圆 跟两个byte的字圆 那这个我们又叫做y的character type 就是宽字圆 那为什么会有宽字圆 早期的字圆都是储存英文字或数字 或标点符号 就是用一个byte就够了 那后来是因为我们要考虑到unicode 万国码里面用到中文、日文、韩文等等 它们都是两个byte叫doublebyte 所以就把它扩展成为宽的字圆集的资料形态 叫做y的character type 那它是因应国际化而加入的资料形别 但是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通常都不会用到 那第三大类叫做辅点数 辅点数就是有小数点的数叫做辅点数 有共有三类一个叫float 辅点数 那它占4个byte 那它的范围是从1.175乘以10的-38次方 到3.402乘以10的38次方 那第二种是范围更大 精确度更高的叫double 那它大小是8个byte 那它的范围是2.225乘以10的-308次方 到1.7976乘以10的308次方 最后一种叫long double 但是在大部分的电脑上long double跟double是相同的 当然如果在某些电脑上 它可能会到16个byte 好 最后一类呢 叫做布林 布林子 布林型别 那布林呢 它代表的就是对或错 真或假 就是有true跟force两种状态 用在逻辑跟比较 那我们在设定的时候是用bool 这样的一个资料型别 来宣告 那它的值呢 可能是true跟force 那可是在西加加里面呢 我们是以整数的方式来记录 所以呢 其实它记的就是0跟1 0就代表force 1就代表处 所以我们在设定值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用0跟1来设定 当然你也可以用force跟true来设定 那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size of运算值 这个运算值它可以来查看变数 或者是资料行别所占的记忆体空间大小 那它回传的值是以byte为单位 那我们实际来看看09.cpp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是输出这个字串 然后对应的这个字串 所指的那一个资料行别 它的size of就是它占几个byte 然后我们就把它产生 比如说short integer它占几个byte short integer应该有的byte为远阻 然后呢int占int该有的几个byte为远阻 所以我们这个程式呢 它会帮我们找出来 这每一种不同的资料形态 它各占多少个byte 那执行的结果 你会发现 在我们的电脑上 short integer是两个byte int是四个byte long integer也是四个byte character是一个byte y的character type是两个byte float是四个byte double是八个byte long double是十六个byte 那booling呢是一个byte 接下来我们实际的来执行一次 我们打开devc++ 然后开启旧档 我们找到我们写好的09.cpp 这个程式呢 我们实际的来执行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结果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也增加一个测试 好 我们可以宣告 inti等于1 j等于2 k等于3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加一行 cout i j 好 这边应该的换行 endl 然后 然后 储存 执行 好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行跑出了123 对应到的程式就是 cout i jk 我们利用一行 同时宣告三个不同的变数 i jk 而且给他三个不同的值 但是他们都是整数 所以可以放在同一行 可以一起宣告 好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有任何问题 欢迎用email 跟我联络和讨论 谢谢大家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